題目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先輸入 叫做請輸入資料好了 並且把這個字上要自中一下 按一個Enter 那首先一樣要設計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話呢 我們就插入一個表單的表單 按一個Enter 把它這個 虛線的部分擴大 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插入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呢 比如說呢 我希望總共有 兩個資料 一個是他的名字 一個是他學習的內容 學習的科目 那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 給他 有沒有 一列 兩列嘛 然後剛好有兩個 一個是標題 一個是文字方塊 所以剛好兩列 兩欄 那對齊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置中 那寬度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給他 應該不用太寬了 大概給他600 上數600 或者500 也可以 大概這個數字就可以 那接下來的話呢 框線 框線我們用1 按一個確定 那並且呢 在這地方輸入 這個地方可以拉過來一點 好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 比如說他的大名 跟他的學習的科目好了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置中 再來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給他一個格子 讓他可以填 那這地方我們就用所謂的文字方塊 那科目的部分也是插入一個 文字方塊 一個文字方塊 那當然如果說你下面呢 甚至你可以怎麼輸入什麼呢 比如說呢 下面 假設說你出來 想說底下科目 那乾脆底下怎麼樣呢 再輸入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學習 學習心得好了 像我的 網站上面有沒有 網站上面呢 我這個 我網站上面呢 最近 就是多了一個 這個學習簽到步嘛 那這個學習簽到步呢 假設說 你想要做出類似像學習簽到步的一個樣子好了 其實學習簽到步呢 這個做法 也是跟 這個範例有點類似 就是說呢 我是利用 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呢 奇怪 今天好像連 連不太到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用front page做表單 那第二個就是結合這個ASP的語言 就可以做出一個學習簽到步 那假設說我現在下方 還要增加 一欄 應該是一列 這一列的資料如果我下面還要增加的話呢 我就 怎麼做呢 表格 插入 有沒有 列或欄 然後選擇哪一個呢 列 下方有沒有 按一個確定 那比如說我想再增加一個叫做學習心得 多一個欄位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呢 我就必須怎麼樣 插入 表單 用哪一個呢 對文字區域 對文字區域 因為你用文字方塊的話呢 可能一般 你那個 學習的 心得比較多 會放不下 所以這裡的話呢 要用學習的 文字區域 那文字區域呢 現在這麼小對不對 你可以 再把它拉大啦 拉大的方式有幾種 比如說呢 你可以自己這樣拉大 要不然就是點兩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假設說你不是這樣拉的 直接點兩下有沒有 這邊可以去設定 比如說 它的文字 字圓的寬度呢 是50 這個行數的話呢 就是5好了 按一個確定 它就自己展開 如果不夠高的話 你可以把它 展開來 那 科目的部分呢 像我上的課程比較固定 比如說有那個網拍客啦 或者是說那個 Excel跟SS啦 還有像網頁設計 跟網頁設計進階等等的 那其實如果說我今天科目 固定的話 也不一定要用這一個文字 文字方塊 因為用文字方塊的話呢 到時候呢 人家會輸入 有時候會輸入 不對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改 改成什麼呢 改成固定的 那就插入表單呢 用哪一個呢 叫做下拉式的 清單方塊 那這邊的話 你把它點兩下嘛 就可以新增 假設說我01好了 01比如說 禮拜一是 網拍的課 有沒有 按一個確定 那第二個 比如說呢 我這邊0日 禮拜二去Excel 我就輸入 And Excel and SS 那我就 把它輸入 Acc SS 按一個確定 那比如說禮拜 禮拜四好了 今天 0次 比如說網頁設計進去好了 好 等等的 假設三個 那比如說呢 其中呢 一定要有一個是什麼呢 以選取 所以三個都有for對不對 你就必須怎麼樣呢 把這地方點兩下 我剛就用 網拍當成預設值 以選取 按一個確定 那其他當然你還可以新增 像除了這些之外呢 比如說 我還有設定比如說什麼 救生 複習啦 或者是什麼 叫做網路的訪客啦 等等的 你可以多幾種選項 讓人家用選的 比較不容易選錯 按一個確定 那這邊就會出現 那如果假如說我今天按送出 送出之後呢 我們如果沒有資料庫 假設說我今天沒有資料庫 我只是要把它 寫出去的東西呢 繡在網頁上面 當然也 後面的部分當然我們也可以怎麼樣呢 寫入到資料庫裡面 寫入到資料庫裡面呢 並且把它繡出來 那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 比如說互動的一個效果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這個部分先把它做一個存檔好了 存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EX EX06好了 這個EX06 EX06 按一個 儲存 好 先有一個表單 那有個表單之後呢 我要怎麼樣讓另外一個ASP程式呢 送出之後可以接收到 我想你們這個地方呢 先把這個表單先設計出來好了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先好 先把畫面呢 好 先把畫面呢